说一千到一万两横一束就是干 老铁们今天我们继续在这个果园来干活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鸵鸟 好高哦 活了几十年 这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看鸵鸟 今天我们继续来修修路轻轻钩 边上这个坎子垮下来了一大片 把这个钩和路全部堵住了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 就是把这个路给它修通 勾挖好 这个位置差一点土 我们挖点土把它填起来 刚开始老板的意思 把这个土全部挖出来 搞个大斜坡 当时我就考虑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土全部清理走 说不定上面还要往下垮 当时我就跟老板建议了一下 在这个地方放个二层 这样就能有效的抵住上面的泥巴 防止上面的泥巴再往下面垮 其次呢就是我们能少挖出去很多土 这样啊也能为东家节省一点时间 把上面那个二层搞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搞下面这个坡和水沟 最开始我的打算是这个沟还是借着以前那个沟挖出来 在边干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沟刚好在这个边坡的下方 这个土啊有比较松散拍不紧 如果说一来水就很容易把这个坡洗空 这样啊又容易垮下来 然后我临时就改变了一个方案 就把这个多多土啊挖到之前 我们挖出来的那个沟里面 把这个沟先回填好 我这里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 就是把这个沟往外面移了一点 在这个边坡的下方搞了一个接近一米宽的一个小平台 这样雨水一来 先冲刷的就是边上这个小平台 就不会伤及到里面的边坡 就算把里面的边坡伤及到了 那也不知道是多大的水了 或者是几年后的事了 边上的水沟和边坡 我们挖好了之后 就把这个路面收一收 顺便再用斗背 把这个路面给它拍一拍 这一段我们就干完了 老里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们把挖机开上来 大家看一下前面那个点 就是我们刚开干活的位置 现在东家把我们喊上来 让我们用挖机把这个钢管插到这个地里面去 老里们猜猜这个是干嘛用的 东家把这个钢管弄在这个地里面 就是想把这个鸵鸟关到这里 因为这个鸵鸟老是跑到果园里面去吃果子 吃那些嫩叶子 鸵鸟的窝搞好了 那鸵鸟在哪里呢 之前我们挖机跟这里过的时候 这个鸵鸟啊胆子比较小 在里面跑来跑去 由于东家做的这个窝不是很牢固 最后鸵鸟啊又全部跑出去了 这个地里面东家带的是葡萄 为了防止我们挖机过去的时候把这个葡萄压坏 然后东家就喊了两个工人来帮忙 我们这个车子支柱轮坏掉了 走起路来嘎嘎响啊 有空了还是把这个支柱轮换掉 这个湖东家的要求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地的里面 重新挖一条排水沟出来 挖出来的泥巴就把葡萄地里面的沟给它填起来 顺便把地里面也给它整平 然后东家喊工人把这个葡萄庄扛过来 让我们挖机啊 把这个葡萄庄给它栽在这个地里面 刚开始东家还担心我们挖机能不能把这个葡萄庄栽到这个地里面 因为这个葡萄庄它不是尖的 当时我就说 只有这个地里面没有石头土层较厚 是没有问题的 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有个小朋友来找我去挖机 现在人到了 我们赶快干 干完了 好去接他 这小朋友开口闭口就喊我叔叔 真的是人老了呀